就是说我离太子妃又进了一步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现在好像大家都在改押人安乐影 你怎么看 用眼睛看 那你怎么想 不值得想 压他住 各位江湖朋友们 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啊 你们应该也都知道这场赌局的前因后果吧 那肯定 知道 一开始呢大家都以为我仁安乐是当不上这个太子妃的 但是就在今天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跟太子殿下做了一个很好的约定 以后只要我每完成一个任务 太子殿下就会让我的位分升上一级 太子殿下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承不承认你这个诺言 我当然不承认 嘿 看 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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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自然得承认 不然 太子殿下想要收拾这赌局 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啊 各位 我今天完成了一个很大的科举舞弊案 所以我的位分从这里 升到了这里 也就是说 我离太子妃又进了一步 哈哈 哈哈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我会给你们带来希望 我任安乐一定会为大家 赢得更多的钱 去押我吧 快点啊 多押一点啊 那任安乐啊 这下妥了 拿多点钱投我啊 肯定能赢 十倍十倍的赢 任安乐 够了 说够了没够啊 说够了没够啊 压多点啊 殿下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我今天特别地开心 因为你明明有机会可以逃跑的 但是你却留下来照顾了我的小把心 任安乐 嗯 我今日不负你的面子 既是因为你出破大案 立了威名 也是因为你惹了钟义侯 输了仇敌 今日有我站在你的身边 既能助长百姓对你的敬仰和信任 也能让钟义侯的手下 不敢轻取妄动 至于其他的 你别多想 殿下 殿下 陛下旨一到太子府了 请您尽快回宫 您 别忘了我的庆功宴啊 陛下 太子殿下 陛下 臣听闻 您判了古其膳流行 可是按照大经律法 其罪当初啊 坐 先喝茶吧 太子 你现在能喝了这杯茶吗 若是此时急于喝茶 便会烫伤自己 先放放再说 不急 陛下是说 钟义侯 他手握重兵 盘踞江南多年 你和仁安乐 刚刚敲掉了他的大理寺 现在又想杀他的儿子 你须知 狗急跳墙日 便是恶狗伤主时 是 你呀 就是做事过于心急 不过现在仁安乐在你身旁 倒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朕是觉得 他在你身边是件好事 是 君子藏气于身 许待时而动 谢陛下赐酒 谢陛下赐酒